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不想要轻易放过 除了极少数明显缺乏竞争力的平台之外 基本上每家都在锦罗密鼓的筹位当中 而截至目前几家主流卫视都陆续发出了关心消息 提前抢战话题和热度 为之后的收视率大善做准备 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就是嘉宾阵容 送手周心 一场晚会的成败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助阵嘉宾 能够足够优秀的嘉宾将会大大提升晚会质量 号召力强的嘉宾更是可以提前锁定一大批观众 所以每年的跨年晚会前的抢人大战都格外的激烈 而今年在这场巅峰对决里最受欢迎的非周深莫属了 作为新现在的顶级唱将 周深这一年真是飞黄腾达 不仅口碑越来越好 而且相对应的邀约越来越多 甚至已经夸张到凡是办节目必定先拟邀周深 不管最后能不能先请来 蹭一波热度再说嘛 这种情况从周深参加完歌手到哪十年之后就屡见不鲜了 以至于粉丝都逐渐麻木了 拒绝任何没有关心的小岛消息 这里先对周深粉丝们表示同情 同时也简单跟大家聊聊周深跨年晚会的动向 以免错过了精彩的表演 目前因为有三家平台对外关系的周深的加盟 分别是央视 小破站以及湖南类似 首先央视再就不必多说了 作为最官方也最权威的舞台 连他都忍不住出手抢人 这无疑就是周深莫大的荣幸 相较于其他的几家卫视更加意义非凡 相信此后周深的地位将会再上一个台阶 再回归到小破站 其实也是很多粉丝提前预料到的结果 毕竟是周深的娘家嘛 可是周深也在其理之中 相信不少粉丝都很期待周深在小破站的露脸 此次一提的是去年小破站跨年晚会 水准相当惊人 完全不输给几大的主流卫视 周深此次出席绝对是力大于弊 不知道他在主场能否有怎样的精彩表现呢 至于湖南卫视说实话也是合情合理的 毕竟周深这段时间跟芒果台的合作比较多 而且作为四大卫视之首 湖南卫视其实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曝光度 周深能够参加他们的跨年晚会 对后续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此外呢 除了上述的三家已经确定的跨年晚会之外 江苏卫视其实呢也暗示了周深的出行 不仅名单里边两次标注了Z 字样 甚至呢还提前曝光了李克勤老师的加盟消息 但由于没有关注消息 所以呢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大家后续呢再等等就知道了 需要强调的 其实是除了湖南卫视呢 央视和小破站的跨年晚会都是属于录播 虽然呢观看体验上区别不大 但毕竟是跨年晚会嘛 具体怎么选 大家可以自行安排 下戏面人都不难看出来 周深现如今已经成长为了华语乐坛的招牌 不管综艺节目还是挽回都少不了他身影 而此前曝光的2020周深音乐之旅呢 也再次证明了这个观点 一年上百场的大型演出 加上多档的综艺常驻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惊人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周深或许是今年最红的歌手 这份热度呢也就只有中国好声音期间的 山一纯能够相提并维了 但是乍不住周深从年头红到年尾 稳定且毫无犯车迹象 回顾周深前几年的低谷期 能够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时间翻盘 无论是速度还声势相当惊人 但比起这些个人而欣慰的是 周深从未奉献过 不管是参加中国好声音失利 还是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无人问津 周深始终都在保持上升 让自己的能力更加丰富 性格更加沉稳 如今红了之后呢 周深也扛住了外界的考验 不骄不躁 成为了顶流行列里边的一股清流 这些都让周深拥有了可持续发展的筹码 越来越多的路人开始转粉 说实话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属实不多 可能这就是天道抽行吧 周深这些年付出的所有的努力 都有了回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